老中医补肾就记住一句话 红蛇不补羊 白蛇不滋阴 补肾其实没有那么多套路 记住一句话就够了 红蛇不补羊白蛇不滋阴 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先来说红蛇不补羊 我们来看这张舌相 如果你的舌头像这个人一样 舌纸发红舌苔很少 几乎没有舌苔 上面甚至还有裂纹 那这就属于阴虚火旺了 阴液不足不能制约阳气 就会导致虚火上炎 这个时候就会表现为口干口渴 五辛反热 潮热倒汗失眠多梦 小便断吃等症状 这类人就不适合补羊了 补羊就相当于是在火上浇油 只会让阴晶耗损的更厉害 正确的做法是滋补肾阴 轻降虚火 可以参考一个直播地方玩 再来说白蛇不滋阴 如果你的舌头伸出来一看 发现舌脂蛋白没什么血色 并且舌脂软嫩 就像嫩豆腐一样 不管舌苔是怎么样的 都属于阳虚气血不足 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取滋阴了 因为滋阴的药大多偏凉润 偏滋腻 容易滋生弹湿 弹湿为阴血 会更加耗损阳气 越滋阴越难受 时间久了还会月儿化火 滋生内热 形成寒热 挫杂的局面 就更加难以对付 这类人往往比较怕冷 身体容易倦怠 私质困重 需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洋气 可以参考一个理中玩 温中健脾 还能促进脾胃的孕化功能 帮助汽血的化生 好了关于补肾的内容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